各位同工,今天我会和大家介绍如何利用Google Form 设定一些网上评估的multiable choice的题目 和将它们进行洗牌shuffle 为什么要将MC题目洗牌呢? 原意很简单,因为我们以往还可以做校内的面秀考试 学生最多都是得字笔计数机 他又不可以和人沟通,不可以上网问答案 也有老师现场监考,多角度去目视整个考试或评估的进行 现在在网上做评估,学生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他在家里进行网上的评估 他有电脑、iPad、智能手机、什么器材都有 他家人在,可能有同学在网上 他可能都可以联络到报级老师,可以WhatsApp、IG、Facebook 其实他可以有很多方法和人沟通 另外他有书,有家,有笔记簿,有Google,有YouTube 全部都是他在家里进行网上的资料 以及我们所谓的监考都是被webcam的角度所限制 不同在课室现场监考 这两件事其实是有很不同的地方 好,当然即使把MC题目洗牌或答案洗牌 都不能有办法导致学生Tweeting或通水 因为我们只能够增加他的成本 比如他用的时间,他花的 effort 香港学生都很现实 他计算过,如果他发觉用A方法是很花时间的 他寻愿用B方法省些时间 换句话来说,就是看学生觉得用哪个方法最合乎他自己本身的成本效益 好了,在我们未弄过Google Form之前 我们看看几个重要的设定 包括第一,我们要限制只有校律学生才可以开到那张Google Form 超连结的那条link 我们用校律的Google Account去设置Google Form就可以了 这里有得设置的 因为我们都担心,学生可以将Google Form的link 扔出去社交媒体,Facebook,IG 可以有别人帮他做的,对不对 可以找枪手帮他做 那条link一定要有所限制的 不可以随意将它公共做 第二就是MC题目的选项一定需要洗牌 就是ABCD 另外题目的次序都可以洗牌 例如第一题,第二题,第三题,第四题,第五题 这个题目的order 本身都可以进行,就是我们叫shuffle洗牌 第四就是Google Form的quiz的设定 我们要小心检查每一个的setting 包括他的答案,分数 答案可不可以给学生知道 分数可不可以给学生知道 我们都要小心去设定 否则有机会出事 好了,我们看看一张Google Form如何弄 好了,这里有一张Google Form 这里我特意把它分开做两个section 这个是section1 有一题,第二题,第三题 Section2 还有一张照片,第四题,第五题 这样,我们按一按这个 这个是一个重要的键 setting 按一按setting 你就会见到有一堆setting 但我们先看这个request sign in 这个是关键 我们要限制真光的师生使用这张form 即使用这个quiz 当然这个一定要take 不要uncheck 如果uncheck 那条link 你订出,学生订出之后 其他人都可以进来这张form 看到里面的内容 你set它,take它 只是校内学生订出了Google的币 才能够开到这张form 这是一个重要的setting 当然,这个take 必须要首先 在Google里面 你要登入了你自己老师的学校的Google币 就是TL字头 跟着atlmshk.du.hk 这个币 这样才能够设定的 如果你用你私人的Google币 就没有这个setting的出现 这个是一个重要的 限制校内学生才能开到这个quiz 或者这张form 跟着我们再看一个setting 就是这张Google form 我们要把它设定成一个quiz online测验 要按一下quiz 这个按针 对,一板 那你要take了这个make this a quiz 那它才会变成一个测验 计分 那下面的setting 我们稍后会再详细再讲 那首先呢 要set它做quiz 那我们才可以打答案在这里 和计分 那你见到我这个quiz 就是只有几题 只是示范的 比如第一题 按一按 那你就会见到 就有add answer key 这个 就是你set了quiz 之后呢 就可以set answer key 那这个答案 譬如是 这个是b 你可以转 或者两 多个一个答案都可以 其实 他都用它 多少分呢 可以在这里打回 那 set完之后呢 就按一下 那这个表面是中高方 其实它已经是一个quiz 那还有 看看要不要求 学生一定要答 那如果要求一定要答 呢 其实就好些的 因为呢 就不会随便被他 措手按了 计分键呢 他未答完 都交了 那就是 也挺麻烦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通常我这些规定 就是set定它是required 那但是呢 这些答案呢 记住我们要 所谓叫洗牌 shuffle 好 按一下三点 那这里呢 就有个叫shuffle option order 就把A,B,C,D 洗牌的 是啦 那这样按一下 就是 make sure 它有洗牌了 那第二题呢 我都这样做 那第二题呢 MC呢 那我又设置了 answer key 分数 那接着呢 这个呢 就是三点 shuffle option order 那第三题呢 我都这样做 那接着呢 就是 我这儿等待 A,B,C,D 那希望呢 可以看得清楚些 shuffle 的情况 好了 那这三题 洗牌了 那四五呢 我这儿呢 就没有洗牌的 四五呢 这儿呢 没有tick的 没有tick 好 那我怎么知道 是不是有shuffle呢 那没有洗牌呢 我们接着呢 可以按这张眼睛 这个是preview 就会知道呢 每个学生开出来的 那份MC quiz 那些题目的答案呢 都会是shuffle 小一排 那按这张眼睛 preview 那你见到呢 第一题 本来是A,B,C,D 现在变成B,D,C,A 第二题呢 B,C,D,A,C,D,B 都会不同的 那呢 如果我按next 那两题呢 那因爬呢 因为我这儿呢 这儿呢 因为我这儿呢 每一题都要答案的 也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那学生就不会随便跳下个section的 就是ne make sure 那都要每一题都要挑出了 那这样 那有好处呢 就是有时那些学生一段按错的 那就是 他不小心按了他的充满键 那通常我们呢 就是Chris 不可以让他做两次的嘛 给他加一次而已 那所以这个我设定了他呢 那我设定了他 Session 2 我没有设计Supple 所以ABCD照够出回答案 这里我设计到它只能够设计一次 正常来说测验都是交一次卷 接着我们看第二层的洗牌 就是题目次序的洗牌 这里有1 2 3 Session 2 4 5 2题 我打了一个提号 就是想显示一间洗牌的情况 我们就这样按 题目次序怎么洗牌 都是按这个setting 你看到这个就是presentation的版 第二个选择 shuffle question order 就是题目次序 因为选项洗牌都不足够 因为它的capital 都很容易认得到答案的内容 但如果连题目的question order都洗牌 那它的cheating的成本是相当高的 如果你20多MC 20多MC的题目次序都洗牌 那是很难的 就是成本很高的 分钟更高 它自己做 那我们试试 shuffle question order 再按save 那就是 官方就是这样的 它就譬如我section1有三题 这三题就会洗云 次序的 section2有两题 这两题都会调乱 次序 好了 我们再看一看 那按preview 就是看一下 question order 有没有shuffle 那三题 应该都 你看到 一三二 那 section1 是洗牌的 我选择 那些option 都shuffle 再按next section2 两题 它都会shuffle 那当然只有两题 不是四五五四的了 那这个好处 分享section就是说 有些 老师就会发现 有些MC 是要连续回答的 譬如 有图给同学 就是这样的 有两题要连续回答的 甚至是三题 三题连续回答 你乱洗牌 它就调乱了次序 那就没了意思 那就有个做法 就是你可以将 那一题连续的 就是连续的 两题 三题MC的题目 放在同一个section里面 那剩下的那些呢 剩下的那些呢 就放在另一个section里面 分开section去洗牌 那应该就可以解决到 大家的问题 好 我选择 那这个呢 是的 就可以处理到 连续MC的问题 好 跟着我们来看一下呢 就是那个Google Form 里面的Quiz 就是有一些 再细致一点的setting 那这里呢 都要很小心去set的 那我们逐版一逐版看 有三版的 General Presentation 和Quiz 那 General呢 就是比如我们 建议就是 拯除了他 collect学生的email address 那样 那看看你是不是需要 拯除这个 response的receipt 那样 就是给学生一个copy 那样的意思 是的 那他可以问到呢 就是 学生会继续保护 他选择了什么答案 那样的 看看你觉得有没有需要 给学生 就是他知道答案 不过我建议都不用的,因为考试,没什么理由,他有保留ABCD的答案 刚才我们说过了,request sign,然后是校乐学生才能够开到这张方案 这个应该要take,limit to one response,因为这个suppose是一个online assessment suppose应该都是交一次卷的,交一次答案 如果你不是limit to one response,他可能交几次都可以,那我们就有办法了 因为你要计算时间,你计算最后一次还是最前一次,还是最高分一次 所以我们都建议选limit to one response 或者有些学生交卷的时候设计一张 form 可能是WiFi,Network那些问题 那些可能是个别学生的处理,比较容易 如果有人都可以交几次的,处理会相当复杂的 15岁建议take limit to one response 另外就是那个学生交卷的时候,可不可以给他 Edit after submit,当然不好了,他交了没理由还给他改 对不对,这个是assessment 还有能不能看得到summary chart quiz的summary 我看都是不take的,因为尽量模拟指本平核的情况 没理由会看到有个统计的 好,第二版presentation 刚才我们说了一个重要的setting 将question ordershuffle洗牌 这个也有些用的,就是show progress bar 就让学生知道答题目的进度 譬如你nc的题目比较多 可能是30题 30题呢,因为它逐版逐版 就是在统计的统计 有时候都很长下的,如果你分到不同section 有时候都很好的 那你有progress bar 给他看见到 如果按save 我再按preview 那这儿就会有一支棒在下面出现 对了,这儿有个progress bar 分到有多少板 有時候也有些方便 好,我們回到這裡 再回到Presentation 這個第三個選擇基本上都不用理了 好,我們再跳去Quizzes 記住我們之前認識了 Make this a quiz 這個是一個assessment 公不公佈分數 因為我們打一答下去 很明顯不可以公佈分數 因為這不是功課 這是一個評估 所以一定是take later after many review 即是可以人手 去review學生的答案 Google form做到的 另外這兩個應該不take Respondent can see 學生 能夠見到那些miss question 什麼是miss question 這樣就知道 identify which question have been answered incorrectly 他看得到他錯的問題 如果平時功課可以tick的 但考試評核 就不應該tick的 他沒有理由知道自己答錯的 對不對 這個有些不合理的 即是在評估的時候 所以應該uncheck 另一個correct answer 也是uncheck 即是沒有理由他答錯之後 就是 說回正確答案給他見到 這樣 這個就千萬 這兩個就千萬不要take 否則就寸佈了 他的答案 對不對 這些很tricky的位置 大家要留意 可能做功課大家會take的 做功課的時候 就是平時練習 無所謂 但是這個是online assessment 記住這兩個應該要uncheck 最後呢 save了他 這個setting 基本上就搞定 好 這個影片我們介紹了 一個google form的quiz 一些重要的setting 包括限制之後下落生 開那張google form的link mc題目的選項洗牌 mc題目的次序洗牌 還有小室檢查個quiz 每一個細節的設定 包括答案和分數 至於怎樣整個google form 我會用另一個影片去介紹 或者怎樣將 譬如將一個word document 即是可以整批 倒進去google form 即我有時間會另外拍一段影片 介紹怎樣 解答那些題目 好了 我們今天先講到這裡 再見